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來到新日期的原食對決 大家很奇怪,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 我心想會出現的 今天原食對決的主題是牛角包 我決定選兩間牛角包 來做一個比較 看看兩間有沒有分別 其中一間是選擇在K11 UC 聲稱是來自於法國 一間很出名的牛角包店 除了鵝的麵包之外 也有其他麵包 例如丹麥酥 其他不同的麵包 看到旁邊有一間餐廳 可以讓大家坐在這裏吃的 周年來吃個正餐 沙律 這個原味的牛角包是$24 剛才我看到它的面 其實它的層面很粗 但它的層面和層面有一定的厚度 要小心 因為它很脆 它會整合到面頭的位置 面頭的位置會有點凹凹 我們先說一下它的大小 比我的電話是Samsung S20 大小小 對面很脆 它好像放在這裡 都一段時間 不熱的 不熱的 它的味道好像比我想像中 就差一點 嗯 來至於好餓脆內 嫩 看看這個抹茶的牛角包 這裡價值$26 它是有糖粉 在上面 它是有抹茶的味道 它是有抹茶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已經是 整個包 是黏黏的 已經有抹茶在裡面 上面除了糖粉之外 還有抹茶粉在上面 脆度 跟剛才我們吃的原味的牛角包 都差不多 只不過是真的變成抹茶味 我覺得這個包 本身不太甜 但是 因為它加了一些糖粉 所以就變成甜 一點點 有糖粉 那種甜 沒有抹茶味 我就覺得不太甜 好 然後就試試我這個 這個是其實我出面的其他店 我曾經吃過的 不過呢 我看到這個 非常之美 這個其實呢 我們俗稱叫金磚 十四元一件 紙巾 這麼長 我一把紙巾 少少 聞起來也有少少餅 那種香氣 金磚的口感呢 非常特別 剛才吃的口感 是有少少甜 口感是有少少 不是脆的 是有少少煙韌的 大實好香 有種 有種 有少少 彈高質地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還有很獨特的口味 我都推薦大家可以試一下這個 它的優勝之處 在於真的 那個類型 和外材的脆度 都做得不錯 抹茶包 就未至於很重的抹茶味 一間就會試另一間 大家都是 如果想知道另一間 是試哪間 記得看這段影片 到最後 我們來到第二間 牛角包餘店 這間叫做 Eric Kitchen 這間牛角包 相對剛剛那間 便宜少少 就是20個 還有其他不同的包 這間的包 相對 我覺得是傳統少少少 會做很多名氣的店 和一間很有名氣的店 做一個對比 看看這個沒有名氣的店 打不打得贏 有名氣的店 我試一下牛角包 先說一下 它的層面 其實它也有 但相對性 它就沒有剛才那間 那麼明顯 我切開了裡面 我反而覺得 它是 風茶的樣子 嗯 嗯 這個皮是軟的 完全不是脆的 這也不得之餘 這個 雖然說是風茶那麼強 但相對來說 都是實一點 這個尺寸 比剛才那樣 是小一點 插上去 已經感覺不太脆的感覺 外面不脆 裡面都不嫩 都不嫩 都不嫩 又是什麼 好 好吃 牛角的香 是香的 我們已經吃完這間 為今天的主題 還有一個總結 我們來看看哪間 好嗎 好 好 第一間就是剛剛去Caseville GC 第二間就是這間 我們一齊 一就是這間 我們來看看推薦哪間 1 2 3 好不猶豫 首先說兩者來說 我覺得這間ERIC 雖然大家都是冷了來吃的 但我覺得ERIC這間 吃到口 那個脆度 完全不及GC那間 我覺得GC那間 它的層次感是明顯一點 這裡的層次感 就 沒那麼出 雖然剛剛那間 就24元一個 這裡就是 21個 這裡就是買完之後 可以直接坐在那裡吃 不過也要讚一下 我們配合剛剛吃完那間 因為它每個麵包都有射下 那個成分 如果你對花心敏感 它那裡都會有特別寫明的 今天我們這段影片 基本上到此為止 大家不知是喜歡哪間 我的麵包 當然啦 以上所說的東西 都是我們純粹 我們主工的感覺 大家最終上的影片 都要經過自己個人的口味 去做一個判斷 我們這段影片到此為止 記得按讚和分享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好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